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既然要飛出國 繼續介紹日本之旅的精華特選 還要告訴你 不必出國 在台灣也能享受的日式風情 我先看到這一份是前菜 它好可愛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豬的釣鈴 上面寫涼風 就很有夏日祭典的感覺 每一道都小小的 我覺得很難決定 而且它的擺盤超可愛 它是一隻金魚 對 因為夏日祭典 大家知道撈金魚 是日本人他們在祭典的時候 會去玩的一項活動 所以用金魚來做裝飾 真的是很符合他們 夏日祭典的風情 如何 我覺得日本料理很喜歡 他們很會擅長用乾的那一味 就是有點甜甜的 可是它不是像味精的那種甜 它是會自然讓它有一種 應該是味靈的那種乾味 會在裡面 所以它會吃起來鹹乾鹹乾的 魚肉它雖然是炸過 但是它外面 因為做冷盤的方式 淋了一點醬汁在上面 所以它麵液會吸附醬汁在上頭 這個也很好吃 接下來這道料理 我覺得它非常地有趣 你乍看之下 可能看不出來它在賣什麼關子 我一直很好奇這一盒是什麼 會覺得有點像便當盒 因為日本人他們也很會做便當 它有兩層 所以你就會覺得第一層打開 它是一個胡麻豆腐 但是下一層你就想說可能是飯 或是什麼的 沒有 下一層打開 為什麼 寶冰袋 所以它是為了要維持它的冷度 加一個寶冰袋在裡面嗎 不…你知道剛剛現場的工作人員 告訴我說 你要這樣子 你這邊不是有一杯水嗎 這杯水也不是給你喝的 你要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這個看似寶冰袋的東西 它是發熱劑 它膨起來了 對 它就開始加熱 它冒壓了 有沒有 還想問 怎麼辦 怎麼辦… 小心燙… 把你的胡麻豆腐放回去 它就默默地開始幫你 把胡麻豆腐加熱了 有沒有 所以它可以加熱 不是一個只是乾冰的效果 不是… 你看這樣子多可愛 看起來像是便當盒 但其實它裡面暗藏玄機 好好玩 超級有趣的 我這邊有一個位要來試試看 加熱…之後 胡麻豆腐在日式料理當中 也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道料理 因為我覺得它很爽口又開胃 所以我很開心地要來品嘗一下 有…我的這邊也冒煙了 好有視覺效果 它的胡麻豆腐醬很清爽 比我們在台灣吃的 還要清爽非常…多 因為台灣吃的可能它就是 還是比較有一點點鹹味 可是這裡的醬它非常地淡 有一種淡鹹淡香的感覺 另外我剛剛有夾到它上面 這個半透明的東西 它吃起來很像是那種干貝 所以豆腐是軟的 你如果配著它一起吃 它就是有韌性有彈性的那種 干貝口感 配在一起非常地好吃 除了充滿特色 又風味獨具的前菜之外 生魚片也是會習料理中的 必備角色 這裡的生魚片 不但肥厚新鮮 而且油脂分布恰到好處 爽口極了 這一道說是夏天 就是如果在你會習料理裡面 出現這一道的話 就代表一定是夏季的季節 那就是香魚 香魚台灣也有 對 可是台灣的香魚 可能跟他們這邊的香魚 也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香魚 很多是養殖的 他們這個是合理的香魚 而且台灣的料理方式 比較像是你去吃山菜的時候 它會炸 整汁下去炸 這邊好像是先用烤的方式 稍微還有一點帶有自物的感覺 我吃吃看 它是香魚 它有一個香魚的特殊氣味 可是它加上了醃漬過後 一樣就是那種鹹乾鹹乾的滋味 我好喜歡日本這種鹹乾的滋味 它所有的醬汁裡面 都少不了那個乾味在裡頭 它下面還保有一些湯汁 就是讓香魚一直泡在湯汁裡面 不停地吸取 在這裡特調的醬汁 所以把香魚放在那邊 就讓它慢慢…再繼續吸收 那個特調醬汁 這個特調醬汁的秘密 我想我品出來了 就是柚子香 清爽而乾美的柚子醬油 和香魚的香氣互相襯托 怎麼吃都不膩口 刷布刷布 來日本怎麼能夠不吃 以下他們的刷布刷布呢 而且他們挑選的 雖然你看這個份量很迷你 但是這個肉片 這牛肉太逼人了 你看它那個油花 這一定不是簡單的牛肉 它是上等的黑毛牛 你吃黑毛牛的話 你一定要刷布… 就是你不要說丟進去 就不管它 進去要數秒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新鮮好吃的牛肉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妳剛剛數5秒之後 我的是粉紅色 是 我的也是 它就是粉紅色 然後又帶一點點那個 粉嫩…的感覺 有沒有 而且就像剛剛瑋瑜說的 它原本的油脂分布 在燙熟之後 非常的明顯 然後一直滴汁下來 感覺就是那個肉汁 其實也融合到湯裡面了 我來吃吃看 當然就是要不沾醬 先吃原味了 好嫩喔 非常的嫩 就是它還有一點粉嫩的口感 可是吃進去之後 就很好咀嚼 然後你不覺得 它們這個原味的肉品 就是有一種香甜的口感嗎 我覺得這肉是極品 我跟你講那入口的感覺就是 入口即化 對 然後你不太用咀嚼 它的那個油 會讓你很像在吃魚肉 你是吃到魚肉的那個油花 不是會滑滑嫩嫩的吧 這個是牛肉 然後它可以營造出那種 滑滑嫩嫩 然後吃到你滿口都是那個 牛肉油香的那個感覺 而且它雖然就是 有油脂分布得很平均 可是你吃起來就是完全不油 然後它的這個湯頭 就是用來蒜牛肉的湯頭 也是挑選很清香的那種湯頭 完全沒有鮮味 所以你牛肉的那個原味 完全不會被稀釋掉 口感非常地好 接下來我真的不要講口感了 我們要好好開動 還有好多道菜等著我們 好好品嘗 今天就讓我們好好享受 我們的溫泉之行 開動… 來到倉敷美觀地區 一定要花半個小時左右 來乘坐這個川柳小舟 由穿著傳統服飾的船夫 輕搖著講 穿梭在兩岸都是柳樹的 倉敷川上頭 沿途所見都是江戶時期以來 就保存良好的傳統建築 真的是說有多古味 就有多古味呢 下了船之後當然要好好來 逛逛倉敷美觀地區 它因為倉敷川一分為二 然後左右兩岸就非常多的商店 就可以去找找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這邊我想要進到這家店 來看 一進來就是很多的風林在迎接你 然後這家其實有賣很多的 和式小物 譬如說像這樣子的和式的鞋子 然後或者是很多的一些 譬如說稀油麵紙什麼的 可是最吸引我的是這一區 這一區就賣很多小朋友玩的東西 而且它都是很可愛的 對 我們一小之後那個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 也可以 也是可以敲的 然後還有這個 想法超可愛的青蛙 刮… 店內琳琅滿目的商品 就好像是日本小物 大集合的雜貨店一樣 好好的走逛一番 可以挖到不少寶貝耶 而在童岸店的後方 我又有新發現喔 就是這個 看到這個有沒有覺得很想要 上體育課的感覺 我剛剛在外面櫥窗都看到 好可愛喔 它就做成我們以前小時候 那個要跳高 跳箱助跑 然後一層 雙腿一張跳過去 可是它其實不是只是造型而已 它就把它設計成實際的 抽屜 它這一個一個的跳箱拉出來 就變抽屜 可是我覺得最可愛的是 它上面封的這一塊帆布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倉庫這個地方是紡織業 曾經非常地興盛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在地的 倉庫帆布 去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這裡有各式造型的 最傳統的是白色 還有七彩各式馬卡龍色 大的 小的你要三層五層 或是你要挑戰一下 不一樣的感覺 甚至是旁邊也有彩色的 這種跳箱收納盒 非常地可愛 而且我覺得 它就讓你來到倉庫這一趟 有一個很特色的回憶 可以帶回去 好可愛 好想要 好 我要來挑 我要買哪一個 不管是搭乘川州流遊運河 還是散步逛小店 在倉庫美觀地區 都可以充分感受到江戶時代的 古風情 而在台灣 如果想體會 古色古香的東銀氣息 宜蘭礁溪的森林風呂 絕對是上選 小橋流水 森林風呂 木造房舍 是不是一整個 很有日式前湯的感覺呢 在礁溪 本來溫泉就非常地有名 現在又加上了這種 日式的異國風情 讓泡湯這件事情感覺更值得期待了 我們進去女湯裡面 好好的享受一下 不一樣的泡湯體驗 前湯在日文中 就是傳統公共浴池的意思 保有最道地純樸的日式風味 而由圓山公園改建而成的 礁溪溫泉公園 不但以森林為背景 規劃出自然優美的園區 也打造出氣氛極佳的木造湯屋 進來女湯之後 你會發現除了濃濃的日式風 風情之外 它還是整個露天戶外的湯池 所以有非常自然的植栽跟景色 通通都讓你覺得 來到了一個很棒的風旅 真的是森林風旅 在這樣子的情調裡面泡湯 當然跟姊妹那個氣氛才會up… 姊妹在這兒 雅蕙姐好 妳好 雅蕙姐你們整個泡湯區域跟風圍 跟一般我們對湯屋的印象不太一樣 大家都會覺得湯屋就是室內被關起來的 但這裡整個都是開放的區域 是的 沒有錯 妹子 因為現在這邊的風旅 它是完全日式打造的 因為它是由日本設計師 親自幫我們設計的 所以現在我也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森林風旅這個兒童池 非常適合家人跟孩子 一起來親子共育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看到有好多不同的池 它就是有不同的高低 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樣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在這裡泡湯 你還可以聽到鳥語花香 聽到瀑布的聲音 可以吸收到非常棒的分多精 最重要是有一個很好的氧氣 真的 我已經聽到有一些 小昆蟲在旁邊叫 氣氛超讚的 那就姚芋姐姐我們找找看 我們要先從哪一池開始泡了 好的 露天堂屋中各種不同的湯匙 不但造型 環境景觀不同 池水溫度也不同 想泡熱一點或是溫一點 任君選擇 很貼心地讓每一種需求都被滿足 在眾多湯匙之中 我覺得這一個最有優雅 敬膩的感覺了 這應該也是最受歡迎的一個湯匙 是啊 很多的我們的客戶 都喜歡聚集在這邊 就是嫌化家常以外 因為這邊它可以讓人家 非常地放鬆 因為它是以木頭竹子給人造景 就是非常地溫柔婉約的感覺 而且它整個屋頂做成這樣子 木造式然後是尖塔式的 其實也都是很日本的傳統方設 是 它不是用密閉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泡湯最需要就是好的空氣 空氣它還是從四面八方 美好的氛圍湧過來 我覺得在這裡面泡湯有一種 幽幽竹林寺 鳥鳥終身碗的感覺 真的迫不及待 等一下就趕快下去享受一下 我們礁溪的美人湯 好的 這個木湯屋不僅設計吸引人 建築細節也很講究 為了達到防潮效果 所以採用上毫木質 兩柱之間的結合 也是精細的準接技術 在這裡泡湯質感俱佳 我覺得在木屋湯這一區泡湯 感覺真的非常特別 因為一方面它其實開闊的空間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綠色植物 另外一方面那個天井 它會有陽光灑下來 所以就在整個湯匙水面 造成很不一樣的 深深淺淺的光影 你就覺得你好像不只是在泡湯 同時也是泡在一個 藝術作品裡面 超有感覺的 還有你如果來泡裸湯的話 裸湯也是有學問的 因為裸湯它的溫度 還有包括你是裸式的入湯 所以它會讓你的心跳達到90下 每分鐘90下 跟我們慢跑的心跳 有一點點接近 所以你在泡裸湯的時候 你可以調整成慢跑 或者是軟式運動的那種呼吸法 就是用鼻子兩吸一吐… 所以一方面享受這個 很有氛圍的泡湯空間 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很養生很健康 日本的郊區鄉間 充滿獨特魅力 這一趟放暑假之旅 我們也來到位於四國香川縣的 秦平小鎮 搭乘J2 在秦平站下車 附近有知名的金刀比羅宮 也有商店街 徒步就可以樂遊一天 離秦平車站不遠的地方 你會先看到這個 秦平懷舊街道 看起來是個商店街 對 而且我覺得像這種小地方 它迷人之處就在於說 它的商店街 你覺得不是像百貨公司 或者是說像那種比較時尚的店鋪 它就很有那種濃濃的地方 鄉下味 跟老街有一點像 對 因為一般你如果常常去 東京大阪 你對商店街的印象 可能就是會很多藥妝店 很多服飾店 但這邊一眼望過去 洋傘 淘氣 食肉店 感覺好像有很多可以挖寶的地方 我們去逛逛吧 覺得喜歡 喜歡 除了生活礦味 秦平懷舊商店街裡 也有不少特色店家 店面不大 但卻很有人情感 白粉點心 不但可以品嘗在地口味 還可以感受到老闆的熱情 它裡面是甜薯 黃薯 可是它沒有台灣的地瓜那麼甜 它比較清淡 它把地瓜弄得很綿密 它吃起來口感有一點點像 我們吃蓮蓉包 好吃 它的皮有一種淡淡的鹹味 有一種像加了鹽的蛋鹹味 所以它裡面是甜的 皮是有一點點鹹的 加在一起非常特別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皮好好吃 它蛋鹹味會慢慢從皮裡面 跳出來 這間小舖裡頭的點心 多半是用當地特產做成的 各式口味 在台灣也沒看過 此外他們的飲品繽紛多彩 也很有特色 好漂亮 而且這個柳橙是真的 我剛剛以為是袋子上的圖案 不是 它是真的 它這裡面有一片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而且它有漸層 我點的那個應該是石柳 它下面應該是糖漿 就是比較多沉澱在下面 氣泡感 而且它用這個袋子裝 好可愛 好輕巧 對 我要嚼嗎 我先喝喝看原味 是石柳嗎 你看它下面顏色很深 可是它不太甜 它是淡淡的果香 但是沒什麼甜味 氣泡感很重 就是果香 氣泡感 這種天氣這樣喝好舒服 冰冰涼涼的消除一下… 喝了視覺繽紛 口味也清爽的氣泡飲料之後 的確是消暑不少 但想要感受更冰涼的滋味 沿著秦平商店街 再往前走 就是連接金刀比羅宮的表餐道 同樣也是超繽紛的冰淇淋 很值得一嘗喔 在表餐道這邊 很多香川縣特色的一個代表 你可以來找找 像是這邊我就發現一個 很可愛的香味 這個 有沒有 讚奇香川傳統果子 在他們的鄉土習俗當中 他說這個果子是新嫁娘 要嫁到夫家的時候 要準備的一個果子 因為它其實是用米 然後煎了之後它會膨脹 然後而成這樣子的一個果子 然後在日文裡面煎一路 它其實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煎的這個動作 然後一個也是進入的動作 就好像新嫁娘 要進入夫家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代表的意義 所以它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傳統果子 而我們還可以結合更華麗的吃法 就是我想要來點一個 這邊的冰淇淋 它就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冰淇淋上面 然後放上那個傳統的果子 在這邊 您看看 點綴上一顆顆 花嫁繽紛果子的冰淇淋 在表餐到這裡 可以說是人手一支 就連小朋友都吃得津津有味的 就讓我也點上一支來嘗嘗吧 好可愛 謝謝 好可愛 因為那個果子就有各種顏色 然後它就好像是彩球一樣 就在冰淇淋上面 好 我來吃吃看 好脆喔 可是它的脆不是那種 油炸過後的那種脆 它是鬆鬆脆脆的 然後它稍微跟你的那個 唾液結合之後就會鬆化鬆化的感覺 我拿一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中間其實是空心…的 就是很有那種米果的 空心的一個那個感覺 所以它脆脆是外面薄薄脆脆一層 然後跟冰淇淋結合之後 很消暑 然後視覺效果又很漂亮 這次你來到如果是秦平 你可以沿路找找 有沒有這樣子的冰淇淋 你可以點來吃吃看 日式的精緻繽紛果子食感 在台灣也品嘗得到喔 櫻花庭園 和服體驗 在土城也可以一秒飛到日本 這裡真的好有和風味喔 我看到有一個人跟我一樣 穿和服的去跟他打個招呼 發揮一下國民外交 不好意思 你好 他怎麼講中文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鮪魚 我們工作在新北市的土城 這裡是土城 對啊 我剛剛以為我就是 剛剛在外景車上睡了一覺 工作人員很巧妙的 把我運到日本 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可是這邊也太日本風了吧 不是…因為我們是 專業合國的文化館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日式的文化 然後相結合 相融合 是這樣子的 我搞懂了 所以這邊是在台灣的土城 然後營造了一個這樣子的 和風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有那種日式庭院 是 有櫻花 然後有這樣子剛剛那個 就是洗手的地方 是 或者是像這樣的很可愛的造景 好和風喔 也難怪我會少少搞不清楚 這裡是哪裡 因為整條文化走廊 打造出來的京都異象 也太逼真了 不相信你看看這個畫面 分得出來 哪一個是我之前去京都玩 哪一個是我現在在的土城嗎 根本就是一模模一樣樣嘛 串聯起這個園區的 日本異象起源 是因為這裡是一家台灣 日式和菓子的品牌發源地 集團一手打造出來的觀光工廠 有著日式和菓子的精緻細膩喔 園區裡包含吃喝玩樂 以及DIY課程各種元素 我想要待上大半天都不會無聊吧 因為觀光工廠 就還是會有那種我覺得 最讓人驚豔就是那種 生產線的感覺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好自動畫的感覺喔 但是師傅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這裡就是師傅的實作區 就是現場表演的 這個他現在做的是麻雞燒 要小心喔 開動了 你覺得吃外皮 會有吃雞蛋糕熱的感覺 然後那個麻雞因為熱烤之後 也融了 舒服 熱呼呼的吃完之後 換一些冰冰涼涼的各式果子 來吃吃吧 逛一圈下來 就算沒花半毛錢 也是可以吃很飽 噓…老闆應該沒有聽到吧 我是說店員很熱情啦 不怕你來試吃啦 吃飽之後 我們要到另外一區喔 這裡還規劃了一個好玩有趣的 體驗互動區呢 Amy姐 我們現在在做的動作 有一點點累 然後節奏要配合得很好對不對 對 大家看到這畫面應該確實 也太古早了吧 這就是以前人打麻雀的方式 對 我們將麻雀放在這邊 也就是讓遊客能夠親身體驗一下 打麻雀的樂趣 對 而且你不要覺得這麻雀 像我剛才會有這個疑問 遊客應該有這個疑問 這是假的麻雀嗎 不是…這是真的麻雀 這是真的麻雀可以吃的喔 這是可以吃的麻雀喔 好Q喔 對 非常Q 我們每天都會換的喔 你看看它彈一點這樣子 而且非常好吃 妳吃吃看 它已經被遊客打得很Q了 非常Q 好Q喔 這一區就是以前 他們做麻雀的地方嗎 這個是他們煮糖的地方 煮糖 對 那個底部平面的那個 就是煮糖鍋 對 就是這一邊這一個 對 這個是製糖場景 好大一點喔 對… 然後這邊你就可以就是 穿著那個關係的服裝 在這邊拍個照 然後就為你這樣子的 觀光工廠其實留下了 很好的一個 這個不一樣的照片對不對 對 但是Amy姐 我這邊有一個請求 我們今天 我剛剛看到好多和菓子很漂亮 然後我也知道了 和菓子的製作過程 甚至我們看好遊客 又可以DIY 可是我還沒有吃到耶 賽奈成功 師傅現場就要表演 細緻複雜的手工芋果子 給我瞧瞧耶 只見師傅 用不同食材顏色的麻雀 搓圓 柯紋 擠花蕊 再點綴上綠葉 就像是變魔術一般的華麗記憶 就在我面前真實上演 這樣漂亮的果子 好捨不得吃喔 還是會捨不得 然後咬這樣一小口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它那個麻薯很Q 所以它雖然一樣都有那個 米食的甜香味 可是因為它加了不同的 材料裡面 所以它那個甜度的滋味 是不一樣的 甜中帶香 一小口…的吃 你會覺得沉浸在一個 幸福的甜點氛圍當中 謝謝師傅 謝謝 是 看上去驚豔 入口滿身讚嘆 並且回味不移的河果子感動 不是日本人開的喔 這裡可是駕槓台灣人 跟日本名師拜師古學之後 以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台灣自創的精緻品牌業 很值得驕傲吧 為什麼這麼大力 怎麼了嗎 這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告訴妳 但是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我們來到今晚坐 這裡是很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但是是為什麼 我們來問問鍾田小姐 妳好 歡迎光臨… 對 鍾田小姐 剛剛就是管方人員教我說 拉那個要鏘鏘有力 嚇了我一跳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演孤舞記的劇場 日本最古老的劇場 然後那邊是演員出來的地方 所以就是故意是這樣做的 它出來的時候有這樣的聲音 先生奪人 巨星 這邊也是表演的時候 使用的一個跑道 所以這邊剛剛說很有歷史年份 對… 那大概多久了 已經有了182年了 在日本最古老的劇場 對 這是第一名 第一名 對 第一名 在日文裡 歌舞記 劇場被稱為織居 而這間舊金皮羅大織居 完工於1836年 是最古老的劇場 也是日本的國家文化財 在織居外面 就能看到許多 日本歌舞記名家的名字 建築內部更保留了 相當原始的劇場樣貌 所以鍾田小姐 如果是劇場的話 應該準備椅子給大家做 就算是日本 也應該是榻榻米 為什麼這邊要做成一格一格的 是坐在木樑上嗎 沒有 我們就是坐在榻榻米上面 然後這個一個格子是 做數個人的分 什麼 數位坐在榻榻米上 這就有一半了 怎麼可能 是這樣子做嗎 那是要貴做嗎 對…貴做的 數位 前面兩位 很難喔 這真的太為難了 我們現代人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為難了 160公分以上的人都是為難 真的 因為它這個空間 是你左右 就是你真的是要正經為座 好好的跪著 你不能說我跪累了 跪痠了 我換一下 你要換姿勢 都沒有位子 沒空間給你換 對 坐騎是一個 會讓大家很驚訝的地方之外 其實它上面好像看起來很多機關 對的 因為這邊是182年紀前見的 所以這些所有的機關都是人工超做的 對 人工超 它可以做到很厲害的表演嗎 可以 跟現在差不多 現在到現在都有飛天 對 然後有舞台可以突然消失 以前182年前有這樣的技術嗎 有的… 對 那裡 真的嗎 真的嗎 那飛天 你說飛天就是 有人好像超人一樣這樣飛嗎 對 開… 飛的就是你看一下 那邊是不是有那個溝嗎 吊鋼索的概念 對…它就是沿著這個木棒 就是從這邊會走到那邊去 或者是這邊去的 這也是有人拉線操作 中田小姐說這飛天機關 完全是靠人力操作 當演員威風靈靈飛躍在上空時 工作人員就得在底下拚命地拉繩 很辛苦的 而有飛天機關 當然也有遁地的設計 請進行 好 到底是遁地遁這裡 對…所以如果是那個戲裡面 有人要自殺的時候 從這邊跳到這邊跳均的 妳還要不要知道 妳還要不要知道 她是一種生命全可貴… 生命全可貴 我的意思是說 它裡面還有一個出口 是妳跳緊 跳下去之後 就可以趕快再到後台 對 所以不是八點檔 都會就是死而復生 在這邊跳下去 等一下那邊又過去了 真的有坐到飛天盾 第182年前 這座重要的劇場建築 在每年4月都會有演出安排 是認識日本異常文化的好地方 在這裡 我們也逐步認識了四國 而在台灣 曾經也有大量四國移民 要認識四國文化 可以到花蓮走走 吉安這個地名 聽起來很有日本的味道 確實這個地方在早期 受到了濃濃的日劇文化影響 來到吉安也要先造訪 慶修院這個地方 來好好認識一下以前的文化 邰哥早安 早安 文綺妳好 慶修院這個地方 很多人說它是神社 事實上它應該比較算是 佛寺對不對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們容易辨別的方式就是 一般佛寺裡面會有佛像 神社裡面 基本上它不會有佛像 所以我們慶修院 其實算是佛寺 進入慶修院這個佛寺 也有一些程序跟禮儀 要先從什麼樣的禮儀開始呢 可以 跟著我來 好 像進到佛寺跟神社之前 通常會有一個尊敬祂 崇敬祂 就是隨著靜聖的動作 所以我要洗手嗎 可以 可以做體驗 左右手有什麼樣的分別 或是規定嗎 當然就是說 綜合很多的說法 把它就是歸納 我可以邊說妳可以邊做 好 右手拿水瓢 右手拿水瓢 對 咬一瓢水 三分之一的水先洗妳的左手 三分之一 對 手上已經有沾濕了 這樣OK 可以停 然後摸摸妳的胸口 左胸 因為剛好是心臟的這個地方 所以叫 然後再換左手洗右手 一樣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可以抿一下妳的嘴巴 好 在日本來講的話 它們是時間來漱口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叫進口 進心進口之後 木勺裡還剩下三分之一的水 這時候就將木勺垂直向天 讓水自然流下 視為進神 透過這三個動作 感覺整個人的心都平靜了起來 在守水社完成這個小儀式之後 正式進入慶修院 整個庭院都充滿祥和的氛圍 百度石 石燈籠 森旅象 都是傳統的日式風情 江戶風格的主店建築 更是值得品味的文化古蹟 所謂江戶風格的建築 有什麼樣主要的特徵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屋頂 屋頂上方有一個珠子 四方延伸 它沒有像一般房子 中間有一個樑脊 所以這種叫做保行罩 青圈佛堂比較特殊的是它的屋頂 它並不是使用瓦片 它是用金屬浪板 保存完好的慶修院 不只是最好的日本建築代表 同時也象徵了 那個時代的文化背景 因為它的前身 吉野部教所是信仰中心 也是醫療所 課堂室 擁有眾多重要功能 走上主店時 自然也有特殊的禮儀 不但要拖鞋間朝外 才是最正確的方式 當然行動放慢 輕聲細語 更是對主店和古蹟 最基本的尊敬 進入這個日式佛堂 跟我們進入廟宇的時候 有點像你要走兩側 不能走正中間 因為正中間是給繩子走的 但走進來之後我也好奇了 鐵哥 像我們這邊 所重敬的繩子 是哪幾位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屬於 真眼中的系統 所以我們的本尊就是弘法大師 弘法大師的後面是… 這一尊白色的是釋迦牟尼佛 然後我們面對的右側 也就是佛堂的左侍是不動明王 另外一邊是筆山門天 尊嚴中當中 特別推崇供奉不動明王 屬於憤怒法相的不動明王 雖然看起來比較嚴肅 但他曾發大願行菩薩道 是修行者的守護神 而且舉番食衣住行欲樂 不動明王幾乎什麼都管 也有人說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不動明王的眉頭 才總是皺在一起 真是辛苦他了 在吉安慶修院 很知名的就是這裡有 88尊的石佛像 不過鐵哥這88尊從何而來 而且為什麼是88這個數字 這個地方的移民者 當然不是來自於四國島 在四國島這個地方 有88個這種增岩中的佛寺 包括創教者弘法大師 他也是四國人 從至古至今 都有這個行欲片路 也就是繞行四國島一圈 去做這個88佛的一個 祈福的一個欲片路 其實像這樣子的佛像 那時候也都是從四國移民來吉安 一直流傳到現在的嗎 當然就是說在我們 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 有些就遺失了 當然在文化區重新再打造之後 原來找回來只有17尊 所以在補足71尊新的 所以這邊有看得到 有新有舊的那個不一樣 這88尊石佛 象徵人的88種煩惱 也代表著88種願力 參拜完就象徵你把煩惱都放下 最後也別忘了在烏糧下 掛上一面心願木牌 為身邊的人祈求健康祈求平安 為慶修院之旅畫下最完美的結語 美食時間 大家常說在花蓮 因為好山好水 所以種出來的食物也都特別的好吃 因為有好的稻米 有好的蔬果 不過我其實在想 在花蓮也許是烹飪的人 他們的心情都特別放鬆 他們的步調也特別慢 所以種出來的食物更加有滋味 今天就要帶大家去尋找一個 很有滋味的好店家 在花蓮市區繁忙的街上 這間外觀低調的店面裡 有從日本江戶時期 沿襲下來的傳統美食 日本主廚和妻子兒女一家人 攜手經營的餐廳 因著好味道 即便是平常日 也經常高朋滿座 共產師傅是來自日本的四國 來台灣大概有多久的時間了 大概20年 這麼久喔 當初是為什麼選擇花蓮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老婆是花蓮子 有淵源在這裡 所以來到花蓮也喜歡這邊的步調 喜歡這裡的寧靜嗎 用這樣子的方式做料理 是不是會比較輕鬆一些 不是輕鬆 還是因為這個用火的東西 而且這個房間不大 有時候會危險 所以還是用很嚴謹的方式 在面對自己的料理 今天Gosan幫我們介紹的是 四國的在地料理對不對 這個料理有一個名稱嗎 有 我們叫Tataki Tataki Tataki是指一種食材還是指… 就是料理的方式 怎麼樣的料理方式 就是拿來用火烤的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是稻草 用稻草來烤喔 對 烤 所以不是木炭 也不是瓦斯爐 不是… 用稻草來烤 這個是傳統的一種 四國的飲食 對 四國烤吃餡的 傳統的料理 可是這個用稻草烤的話 不會很費工嗎 不會… 不會 所以它本身是希望吸收稻草的香氣 對 只有烤外表而已 裡面是生的 所以我們也有做鮮魚片 鮮魚片 對 所以剛剛師傅說Tataki 它是這種用稻草去料理的方式 不管食材是什麼 烤蔬菜 烤牛肉 烤魚 烤什麼都叫Tataki嗎 烤泥也是Tataki 我也是 我就放到烤盤上面去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師傅怎麼做嗎 好…OK Tataki是指稻草燒出的大火 用這樣的方式料理 可以讓食材表面瞬間烤熟 封存美味 油脂豐富的鮮魚 特別適合用這樣的手法噴條 妳也幫忙一下 可以嗎 可以…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翻面 妳不要動… 我不要動 我只要拿著就好了 對… 天啊 師傅一開始料理 我就覺得短短的5秒鐘 可以感受到那個辛苦 因為這邊好熱 太熱了 等一下 但有耶 有聞到稻草的香氣 師傅用料扎不扎實 我最知道 因為很重 這個魚 本身呢 好 感覺好有野味 好原始的一種料理方式 所以師傅是用肉眼觀察 它的熟度嗎 有…會 師傅你不怕燙喔 不會 我也沒講 你手是鐵砂掌是不是 他拿稻草放是直接放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嗎 如果… 如果很重可以放到 你說吧 原來是可以放手 我想說一直去吃 OK 差不多了 這麼快速 對 我可以感受得到 這一項料理方式 它的魔力在哪裡 因為我還沒有吃 我站在旁邊 第一個 我就聞到稻草的香氣 它有一種淡淡的香氣 會散發 而且你看它剛剛其實醃滿大 可不會嗆 完全不會嗆 可是嗎 因為很柔和溫順的感覺 因為今天門開到很大 平常你都是關起來 對 那你在裡面就很嗆了 所以這樣子就已經料理完成了 然後等一下上面淋醬 我們做的柚子醬 然後用刀子打一下 打… 所以叫打打雞 打打雞就是打的意思 打…這樣叫打打雞 對 很香 烤好的煎魚或淋上醬汁 或撒點鹽巴 打…的拍打後 就大功告成了 炙烤的外皮看似微焦 一切開 內裡的魚肉卻又鮮又嫩 這種四國傳統料理手法 光在視覺上就是一種享受 購賞的道地四國炒雞 開動 這樣沾一個醬料是嗎 是的 這個是不是一般的醬油 這個是柚子做的柚子醬 有點酸酸的 酸酸的 就剛好跟海鮮搭在一起的話 會增添彼此的風味 對 好 然後這邊有翻邊有料 基本是洋蔥絲 後面的洋蔥絲 還有蒜片 還有薑末 還有蔥花 加在一起吃 不過我們可以先品嘗原味 然後沾一點點 寇長他說的特殊柚子醬 天啊 寇長烤的這個 它的顏色太漂亮了 又透 然後外面也有一點點 稍微焦香的感覺 怎麼會如此的鮮甜 然後裡面的肉 油脂好棒 油脂出現了 那個魚的自然油脂 好好吃喔 外面這一層 它不是脆 可是它就是會讓你有一種 很狂野的感覺 有一種野味 這個就是因為用Tatati這種作法 會凸顯它的那個風味對不對 對… 好香喔 而且真的是有淡淡的稻草香耶 有一點淡淡… 那種圓野木草的感覺 그리고這個優子醬油 我覺得好棒 大家一定要沾 雖然說海鮮新鮮 吃原味就好 可是沾了這個醬 因為它很淡很淡 很清爽很清爽 所以完全不會搶了這個 鑑魚本身的風味 反而會讓它的那個魚肉的香甜 更加的發酵 好好吃 謝謝 謝謝 除了傳統而難得一場的四國風味 店內也有道地的日式定時套餐 在寇桑這裡 吃到的不僅是他樂在花蓮的手藝 也吃到了他想念故鄉的 特有飲食風味 謝謝